大家好,我是谷月 两块豆腐,一根大葱 自己在家就能做出和饭店一样好吃的葱烧豆腐 香气四溢,非常的下放 做法真的很简单,一看就能学会 首先,准备两块钱的老豆腐 将它放入碗中后,加入半勺食盐 再加入多一点的开水,将它没过豆腐 豆腐在盐水中给它浸泡一下 这样能去除它的豆腥味,吃起来就会更香 配料只要一根大葱 斜刀给它切成马耳片 葱烧豆腐就是用大葱给它提升香味 所以我们大葱要多切一点 切好之后,先装入碗中备用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准备两个小米辣 斜刀给它切成薄片 加点辣椒提升辣味,也可以点缀颜色 不爱吃辣的朋友,当然也可以不用放 切好之后,和大葱放一起 用开水浸泡五分钟的豆腐 表面给它清洗一下 然后将水分给它甩干 豆腐好吃的关键是不需要用刀切 只需用手给它掰成大小,形状都不一样的小块 这可是葱烧豆腐的灵魂所在 掰成这样的小块,炒的时候能更好的入味 豆腐好吃的关键就是这碗料汁 空碗中先加入一大勺的生抽 再来少许的老抽调颜色 加入小半勺食盐 再来一丁点的白糖 少许的鸡精 蚝油大概一小勺 再来半勺的玉米淀粉 加入小半碗的清水之后 再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 将里面的调料给它搅匀搅化 做豆腐通常我们要多加点食盐 俗话说豆腐没有盐 离狗毒会咸 所以重一点的味道 才能提升豆腐的咸香味 充分将料汁搅融化后 再放一边备用 都准备好后 将锅烧至微微冒清烟 再加入食用油 先提起锅 将油给它用满锅 烧热后将热油倒掉 再重新加入凉油 再下入豆腐 这样豆腐煎的时候 就不容易粘锅 提起锅 给它晃动一下 使豆腐速热均匀 底面煎至金黄后 再给它翻一个面 最后 将豆腐给它煎至八面金黄 这样的豆腐外焦里嫩 而且炒的时候更容易入味 煎成像四平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先给它捞起来 装入碗里面 锅里面不需要加油 倒入大葱后 用中火给它炒香 大葱给它炒一下 大葱给它炒一下 它的葱香味 才会更加的浓郁 炒香之后 再倒入豆腐 调好的料汁也一起倒进来 继续用中火给它翻匀 让豆腐吸收调料的味道 这里的火不能太大 因为料汁里面有淀粉 而且我们要不停的翻炒 防止糊火 中小火给它翻炒一到两分钟 使豆腐彻底的入味 然后用大火快速输汁 让调料的味道更好的包裹豆腐 汤汁润稠后就可以关火出锅 哇真的太香了 现在天气冷 装入烧热的沙锅里面 热气腾腾 吃起来朗心老味又好下放 这样一旁非常简单又好吃的葱烧豆腐 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外酥里嫩 而且非常入味 吃起来比红烧肉都好吃 做法简单又家常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 有时间做一道尝尝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点个赞 关注一下我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我是谷月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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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